廖大使还说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 中非同舟共计 共克时间 同时埃及官员也表示 埃方坚决反对将疫情政治化 3月23号 习近平主席同赛西总统通了电话 两国元首亲自交流抗疫的经验 无论是马德布里总理 埃及外交部 还是埃及的卫生部 对中国的抗议表示高度的评价 说中国为世界的这场疫情大流行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埃及的国务新闻部长跟我通电话说 坚决反对 把疫情政治化 病毒标签化 他说中国最先遭受大规模疫情的袭击 但是不能因此就猜测 这个疫情是来自于这个国家 更要看到中国为全球抗疫 树立的标权 提供的丰富的经验 特别是中国在自己疫情得到控制以后 积极地对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抗疫的援助 派遣专家队 特别体现了中国同非洲 几十年风雨同舟 共和时间的兄弟情 而且新闻国务长跟我说 坚决反对对中国的污蔑行为 埃及的媒体 他强调埃及的官方媒体 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谣言 有这样的污名化的行为